这是一头可以发电的乌龟 只需要疯狂摇动它的尾巴 它的龟壳就可以积攒你家一年的用电量 最神奇的是 它的龟壳上还会生成一种顶级的海苔 这是用来做寿司的最好材料 发电龟是一个偏僻小村独有的物主 其实这个村子是远近闻名的节能减排村 比如它们的煤气就来自于这只臭幼的屁 通过它源源不断的屁 完全可以将开水煮熟 它们的自来水来自这种储水海参 小小一只就可以储藏十吨的海水 而且它们还有一种可以直接生火的球藻 只需要在它的身边摆放另一只球藻 就能够一直燃烧下去 阿鲁和小松为了寻找海苔来到了这个村庄 刚来到这里 它就感受到了村民的热情好客 因为这些小兔子偷吃了村长的海苔 正在被村长用大炮一路轰着跑 谁知正在气头上的村长 转眼就把气撒到了小松头上 还好龙丸认识这个村长 不然大炮追着跑的就要换成小松了 随后村长大鱼大肉地招待了他们 小松很奇怪为什么这里没通电 反而装了电灯 答案当然就是来自于眼前这只呆龟 它的头好像还蛮大的 村长把插头插入它的身体后 电力就可以直接使用 而他们这次想要的海苔就在龟背上 如此神奇的东西连阿鲁和小松都觉得惊讶 但是村长告诉他们 由于最近天气很差 本来靠着太阳能就可以储存电量的乌龟 很快就要没电了 不过还有一种手摇式发电的方法 阿鲁一听就明白 这是要自己做苦力啊 于是阿鲁的搬砖之路开始了 随着他的动作越来越快 乌龟的背部也越来越明亮 而且连乌龟的头也直立了起来 显然乌龟也感觉很爽 但是阿鲁可遭了老罪 累得像条狗 可接下来一幕差点把他给吓死 远远的一群人带着自家的乌龟 奔着阿鲁就冲了过来 阿鲁的出现让全村人都看到了希望 有这免费劳动力还能不利用起来吗 阿鲁为了得到海苔 也是彻底拼上自己30年的手速 这一刻他彻底疯狂 而那积攒的海苔也是如雪花一般跳落 乌龟们更是变得精神抖擞 最后连一些小乌龟也不放过 经过阿鲁的努力 那原来已经暗淡无光的小村庄 慢慢地点亮了每个角落 而劳作了一个晚上之后 阿鲁也得到了海量的海苔 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寻找制作惠方卷的食材